請大家認真過每天 快樂過每天 柯文哲遭收押前 已向民眾黨請假兩個月 無法行使黨主席權力 未來落遭判刑 恐怕更難領導 但民眾黨二零二四政黨票 衝破三百零四萬 以每票五十元補助計算 民眾黨每年可領一億五千多萬 直到二零二八年 該由誰領軍 這兩人是關鍵 自柯文哲被檢調 偵訊後 黃珊珊和柯文哲夫婦關係緊密 八月三十號親自開車到北檢街 陳佩琦 九月二號 柯文哲無包請回 也到黃珊珊家住 這連五號傍晚 柯文哲被羈押 黃珊珊也被募集 站在柯家後門 等陳佩琦 不難看出好交情 另一頭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記者會議 黃國昌常常都在C位 她與黃珊珊皆被點名 有機會承接代理黨主席重任 除了兩位具立委身份的黨內明星 前立委蔡壁如 與前秘書長謝立功 也被點名 接下代理黨回 但尷尬的是 兩人都不具備 中央委員身份 我目前的身份 台中市府顧問 我現在沒有辦法去接這樣的一個職位 我還是會跟大家站在一起 訴求團結 大家的公視 就先不找所謂的代理黨主席 找回蔡壁如 找回一些智庫的學者 上週記者會之前一天 其實也找了我們三人回去 熱心的也提供他一些解放 一些意見 應變小組似乎也沒有 特別在跟我們講什麼 但是我們只能在外港著急 接班人選未定 加上柯文哲爆出在收下前 曾傳簡訊給創黨大佬 抱怨中央黨部沒有大將或軍師 似乎心中沒有屬意接班人選 後科時代誰能出現 利用四年六億補助款率領黨前進 會是民眾黨重要課題 三地新聞綜合報道